可是在這個時間點講出來 對韓國瑜來講 哇 這個真的打斷他的阿基里事件 很嚴重吧 那韓國瑜那邊的戰略 跟國民黨的戰略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混亂的 是不解的 那是很讓我不解的 想說把政治留在台北 怎麼可能 你台北裡面你吳世淮講的話 不會反射到 反射到高雄嗎 把政治留在台北 李萊希臉書講的話 不會反射到高雄嗎 就是說你現在在台北在哪裡 其實某種程度上 你只要提到罷免案 其實某種程度上 他都會反射到高雄去 回饋到高雄去 所以 你韓國瑜希望高雄冷 但是你國民黨這些什麼 吳世淮啦 什麼李萊希啦 包括什麼孫大謙 包括什麼在台北搞得活活熱熱的 你要高雄怎麼冷 所以我都不懂 你問我說國民黨還能幫什麼 國民黨人幫什麼 從頭到尾國民黨能幫了什麼 國民黨人幫的 大概 你就看到的是15個縣市長 用變相行銷防疫跟觀光 變相的 大家一起做一做變相的 停頂函其實結束了 親屬親幫忙 其實已經結束了 不然你不然你告訴我 國民黨還有什麼能力幫韓國瑜 一個9.2%的政黨要幫一個 可能你現在 韓國瑜如果現在做民調的話 全國支持度我相信 都還會贏國民黨 我們國民黨有很多是隱藏的 9.2% 我覺得 我覺得韓國瑜現在即使做全國民調 大概也不會輸國民黨 所以你說國民黨還能救什麼 國民黨還能救什麼 你認為國民黨救什麼 當初馬英九說要下去 韓國瑜說你不要婉拒謝謝了 馬英九下去能救得了韓國瑜 還是害死韓國瑜 答案很簡單嘛 絕對沒好處嘛 今天你說國民黨能做什麼 我坦白說一句話 什麼都不能做啦 各位回想一下 在禮拜一 上上個禮拜一吧 大概大家都有討論吧 國民黨規劃兵分五路 還記得吧 對 江啟成要找馬英九朱立倫什麼南下 那個是禮拜一出來的事情 禮拜三江啟成就改口 我們還沒定案 對 江啟成要找馬英九朱立倫什麼南下 從頭到尾你要搞這個事 你韓正寅是不知道的 直到新聞曝光以後才知道的 大家都說不對啊 那鄭兆欣是江啟成的以前的那個 特助理嘛 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就真的不知道啊 因為黨中央在規劃 根本沒有跟他們講啊 新聞曝光以後他們才知道啊 他們也不希望這些人來啊 因為你來就是 一波一波把高雄的罷免案搞熱嘛 那他就是不希望熱嘛 你還要搞這些人該什麼來啊 本來六月 江啟成你說六月五號要作證嘛 對不對 那說不必就不必 然後就說好吧好吧 那我們只是 所以禮拜三 韓正寅有所反應以後 禮拜三江啟成馬上說 哦那個還沒定案 從此就不談了 什麼理科太太要下去了 什麼你沒看到都沒有了嗎 都沒有了嗎 對 都沒有為什麼 哎 問題我要冷 你黨中央規劃的東西 是要讓他熱啊 那 黨中央不安好心 不是 我不曉得黨中央也不曉得在幹什麼 然後 原本是規劃六月 六月五號就不去了嘛 六月六號 對 江啟成要下去 要下去嘛 對 那 韓那邊也跟說你不要來了 不要來了 不要來了 因為 你陪我看票幹嘛啊 你陪我看結果有意義嗎 結果 我自己可能要去吃汕頭火鍋了 結果 結果是罷免成功了 那我就鞠躬了 就走人了 那你江啟成來幹嘛 如果如果我還 如果我沒有被罷免 那我就繼續當市長 江啟成來幹嘛 我不曉得賠看票的意義是什麼 壓著他避免他宣布參選當主席 先壓著他 不會啦 我跟你講啦 因為2021年才要選啊 五月才要選啊 要選的話 也不會再罷免完 當天去宣布這個事啦 因為還有 還有那個快十一個月的事啦 我覺得那個不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 有想選的人都不想到最後 萬一罷免案過了被究責啦 那陳時中 陳時中當然現在是民意最高的人 他講這個話 雖然不只任何一個人 當然對韓 造成的衝擊一定很大 因為現在全中華民國 請問你活到現在你有看過 就民主開放以來 民主開放以來 你有看過誰的民意支持度 不是九成的九十幾趴的 除了陳時中以外 你舉第二個例子給我看 民主開放以來 你舉第二個例子 有九十幾趴四十度的 沒有吧 所以不管陳時中是不是講這句話 不管怎麼樣 大家只要往那邊想的話 對韓當然不是好事 現在問題就是說 陳時中的話 加上罷免的整個的過程裡面 現在搞得越熱 現在你也冷不下來啦 國民黨推波助攬啊 也搞得很熱啊